经验性肺结核 经验性肺结核的话 就是跟普通的肺炎确实要鉴别 比如说肺炎的话 我们有些耗发部位 一般比如说商业的前单 或者靠近中央那些部位 有些特殊的部位跟肺结核有些不同 而我们肺结核大多数还是比较 位于商业的肩后的下一倍的 他们的形态 而且肺结核多半 它还是影响学有些密度稍微有些不均匀 一些相应的特点 而肺炎的话 它在临床症状上可能高烧 可浓潭 它有明确的多半都有什么受粮 那种幼阴的病史 而结核的话 它往往是慢慢来的 这方面的就是起病 没有相对肺炎那么急 在体症上肺炎结核多半的阳性体症比较少 就是听诊上 而结核 眼镇往往有些实性螺因那些 都是从这些方面去区别 血相的话 结核的话